继续讲到这个施违迁 道迹呢,日杀,这个是一个大洞察 日杀不孤,整天都去杀那些无孤 干人之肉,就是好像最后人杀死人 赞死人,赞磨勇 将人的勇做干人,干人之肉 暴雷之醉,就是暴雷,任意,任杀,任性之醉 罪党数千人,华人之下,竟已寿终 这个道迹,做了这么多坏事,又长寿 过得很好的生活,是遵何得灾 善人是没有好报的,而竟然这些洞察又好报 这又怎样解释呢 这个,司马迁百年跌传的感慨 当然司马迁本身也是遭遇得很好 大家都知道他无边冤枉 牵连到这些不关他事的东西 这些事就能够赴零 他看到很多很多世界很不公平的事 善者不得善报,恶者得到好报 所以他有这种感觉 张公子看下去怎么看呢 在瑜伽看到这些不合理,好人就这么长命 瑜伽有没有一些解说 佛家就说人生本苦 也有个义的概念 你相信一世 对了,瑜伽就没有解说 所以西道这些瑜伽的学者 全是一条信 现在说我们知道为什么 现在就不知道 即是他不给答案的事 不给答案的事 即是不觉得现在是答案 佛家就有这些答案 道家的答案 道家其实似乎这些答案 道家当时就是说这些东西 其实我想三个加出来 他们解释不到 为了说这些是这样的 表象是这样的 表象是这样的 最好的解释就是基督教 杀在耳朵里面 其实也解释不到 解释不到 这个北海洋就是达神 河北 这些是很著名的成语 井蛙,井底之蛙 他解释不就听 为什么会这样 井蛙不可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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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重不可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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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证应该是井鱼,即是鱼,因为讲鱼就比较通 因为海就有鱼,井就有鱼,井鱼不可以 鱼海者就会好过井蛙,因为海土就会称光 我以为他讲法就是井底之蛙,井里的生活 不知道有海这个概念,我以为是这样解法 但他们考证的文字就说这个字应该是井鱼 井鱼不是井蛙 井蛙是另外一部份讲井蛙在这里,但不是在这个 context 他好像看不到天,井底之蛙看天就这么小 即是讲我而已,对付入了 他还说不要理谊,总之在井里的生活 你跟他讲海,很大很漂亮,你会讲什么 蛆,蛆啊 蛆,蛆和蛆,全部都是有限,限的 全部都是限的,限的,限的 限的,限的,他们讲话和虚市的地方 即是居住,你居在哪里就是个区 英文就是limited by its location 是,用英文来说,解释会静的 有时是好的 是呀,我有时看英文本,真是中文明的 因为他用一些modern language说这些 蛆,拘于虚,即是说他有限于他的居住的地方 所以跟他讲海就没意思,夏丛包业于兵等一样 夏天的场,你跟他讲兵是什么,怎样呢 他们都不知道他讲什么,督于时也 是因为时间的限制 Limited by this time 曲是就是这些孤陋靡民的人 你跟他讲大道理,促于教人 也就是limited by他所受的教育 limited by his upbringing 是的 这些三个例子都很好 所以你初初在河里看见以为自己很厉害 是limited by你的,又是居住的地方 你在那里就看到,哎呀,我就是这样了 现在变成水很大,很阔了,以为是寬 这个就最阔的了,这个是limited by 但是呢,当你一出海,你看到更加多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改变你的看法,算计变务 他就讲自己咯 他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子 而不形,美雷是之,不知何时而不虚 春秋一边水何时不知,只其过江河之流不可去 他说天下之水最流的海,一万条河就归去海里 不知何时成只,就是何时流不成只 但是呢,就不成了,海不会远了,会overflow的 美雷呢,这些人以前,因为看见海这么大 那究竟海何时会满呢,他说,肯定有个美雷 即是海底里有个洞呢,叫个美雷,它在那里 就不会开了,不会空了,那就是海就大了 那些川柱进去的又会满呢,那些海水又不会虚 那春秋就不变的,春秋秋都不会变了这些水量的 水汗不知,即是水大的水和河呢,海都不知 为什麽一样是那麽大的 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去看不到 所以他说呢,这个就是超过江河的水呢 是不知到超过多少的 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辟与天际 而受理阴阳,如在天际之间 又小石小木之大山啊,方全乎见小,又是以自多呢 他说我,虽然他大,那麽多水,但我永远都不会呢 是自多的,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很大 为什麽呢,因为我呢,就被淋于天地 被淋于受淋于天地的益 在天地之间受到的那种力 受气于阴阳,气呢,古人又为有气才可以生存 阴阳呢,是他的气的,所以呢,我是受到阴阳之气 在天地才能够生存,在阴阳,在天地 给了我这种生存的轨体呢,所以我和天肥之间 只不过是小石小木之大串大山啊,是老师的事故 既然我方全正在博得自己很少呢,又怎样以为自己很多呢 咦,连海都觉得自己不太多 是啦,因为他说海呢,在天地之间呢 整个宇宙很大呢,这个海又多大呢 整个宇宙很大,天又星星又什麽 那些海都不太大呢,就好像小石小木的大山 就是一个大山的小石头,海呢,在天地之间就不太多 方全乎建小又是以至多呢,觉得自己那麽小了 那麽小了,又怎样说自己呢,很大呢 那麽小了,他又举个例子,四海之在天地之间 那麽不似雷空之在大萨虎 那这个四海呢,四海呢,四海呢,就是以前的古人觉得这样 他以为四面呢,就被海困住 哦,所以是东 那东面有海,南面有海,北面有海,西面有海 那当然这些古人听过那样时,春秋战国的时候 就不知道北面的海在哪里,因为他看不太多 只记得东海 只记得东海和南海 那时候,南海都见到的 哇,那些人都很聪明 那些人都听见,就是有些人 那但是西和北呢,到后来的时候,他又看不太久 那些人都发现了,原来北面都有海的 他听说就是贝加亚 哦 那西面也有海的,那是青海 那原来真是四海围住的中国 所以四海之内加兄弟亚 那时候的观众是怎么办 那当然他说,四海虽然很大 但是,在天地之间 在这个真正的大天大地之间 都是不似雷 雷,孔之在大萨 这个孔就是一个洞 雷就是一个石头 石头的小孔在一个大宅那里 大的湖坡那里 只不过是什么 四海和天地又没得比的 我之前他说,我在天地之间就是这样的 四海之间都是没得比的 都是很少的 再举一个例子 继中国之在海内 不似堤米之在太庄围 中国呢 那时候的中国 即是现在的 可能所谓的中原 因为那时候中国很受益 只不过是在黄河流 尺条长江流行之间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中国 中国在海内 刚才说的四海 四海之内的四海 都是很小的 堤米就是一个小米 太仓是一个大的仓库 亦都是很小的 所以呢 全部的东西看起来很大 其实在一个大的东西之间 亦都是很小的 跟着那几句呢 就比较上 有庭考证说 不是很适合的次序 所以这样才适合的 现在是第一个版本 浩物之素 为之慢 人处一言 这个是一样的 人出九州的次序 是调转了 就是什么呢 人处一言 此其出比万人家 不似豪湖之座 于马启府 人出九州 谷食之所生 周居之所通 五帝之所连 三祸之所争 人日之所忧 任氏之所怒 尽此而言 尽此而言 就是这段次序的东西 所以马启龍 就考究了 说这个是适合的 的确是这些道理 即是他比较熟很多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浩物之所谓之慢 所谓慢物 物有很多 或者慢有很多很多 人在慢物之中 只不过是一样东西 他比慢物 只不过是 豪沫之在于马 豪即是 一毛子的毛 豪即是毛 沫即是一条毛的尾段 叫做沫 是豪沫在马的身体里面 就等于人在慢物去见 这样许法 很细 人出九州 人就在九州里面 就是做很多人在九州里面 谷食所增 周居所中 人当然有饮食 就是很多田的地 周居所中 他做很多周外居的交通工具 做到很繁盛 有交通工具 这些全部都是人做出来的东西 五帝所年 三王的所争 人人的所与 人的所与 人的所与 五帝就是这几个人 皇帝 尊谷 国 人信 不会理你 即是皇帝 这五个皇帝就是善让 大家知道什么善让 即是让让给他的人 不相同为 那条皇帝让给尊谷 尊谷让给尊谷 让给尊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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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没有补选 现在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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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也没有 不可以先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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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先的都是假的 拖延时间 三王就是这三个皇 大宇、雙汤和周文王 其实没有做到皇帝 他已经死了 所以大宇、雙汤和武王 这三个就是三王 他们就是世杂的 即是大宇传了很多代才到商朝 商人传了很多代才到武王、周朝 那就是世杂的 传给了子 所以他说 五帝之所连 三王之所贞 五帝是说连 因为一直这样连下来 是善让的 三王就是争出来的 他们争曹皇帝 人人之所欲 人人之所欲 人人就是那些周围 现在的人人就是那些 欠捕雪的人 就是那些看到要做正道之事的人 他们忧心这个博士 他们忧心这个博士 忧心的那些人 任是所欲 就是肯做事的人 一出来做事的人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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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负负的任是 他们很狠狠的 他们很狠狠的做事的人 例如麦子也是一个很狠狠的人 人人之所欲少的人 他们是讲的 讲很多东西出来 全部都是尽此言 即是说人是一些很小的 但是我们搞了很多东西出来 又要做东西又要交通 又要皇位 又要忧心这些人生是怎样的 所以人事所欲 要做很多东西出来 要争取些什麽 全部都是为了什麽呢 毋小的东西 就是人在万物之中 你怎麽是经验的 每个都在做争 什么样 全部都是为了些少少的 你制造那么多文化 那都什麽呢 因为其实很少 人根本就是在争取 要来装饰的技术